中医文化博大精深,推拿是建立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基础上,以依然五行、弹腐筋络等学说为理论之导,利用各种手法刺激穴位,使坚落通畅,继续流通,以达到调整弹腐功能,治病保健目的的一种方法。 许多人疲劳或腰酸被痛时,总喜欢推拿一下,不过,医生提醒,有些情况下并不适合推拿。 不久前,29岁的林小姐来到一家推拿店,身体酸痛想做推拿,林老板便嘱咐推拿师,不要太用力按,帮他捏捏酸痛的部位。 林小姐进行推拿时还与推拿师聊天,并没什么不妥,他还说手背酸痛,侧膛给推拿师按手臂,起料他突然往后倒,开始抽搐,很快就没呼吸和脉搏了。 推拿师见情况不妙,迅速拨打了120,并按住他的人中学,后来还为他做了人工呼吸。 医护人员赶到后,林小姐一度恢复心跳,但送院后仍不治身亡。 医生解释说,林小姐去世前全身抽搐,而抽搐是脑细胞不正常放电导致的,可能意味他推拿前脑部可能已有病状,但自己却不知道,具体死亡可能因先天性的脑洞脉瘤所引起。 这会导致血管肿大,突然破裂,血就会冲进头脑使血管压力增加,因而出现抽搐并分明,事情可能综合多个因素。 例如病人已感觉身体不适,但强忍没说出来,而推拿师也没察觉继续推,因此恶化病情。 也有可能是推拿师压住颈动脉太久不放,使脑部血液流通不畅,或是此前服用许多西药,但可以确定的是,有些情况下是不适合做推拿的。 注意,六种身体状况不适合推拿一,过饱,过饿,过累或睡不好在过饱的情况下进行推拿,反而会消化不良造成反胃,建议可在饭后一小时推拿,会比较恰当。 另一方面,在过饿,过累或睡眠品质不佳的情况下,都可能会因为血糖过低,元气不足,精神不佳,在推拿过程中会出现类似硬针的晕腿状况。 二,肩骨脱臼,骨折初期,扭错伤极限期筋骨脱臼,骨折初期或扭错伤的极限期,除筋骨受伤外,周遭的软组织与经络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损伤,治疗上应以包扎,冰敷为优先,恶损时推拿,反而会加重红肿热痛。 三,皮肤外伤,发炎若皮肤发炎,抗伤,外伤等情况,推拿反而会加重伤势,使发炎情况更恶化,还可能会因为细菌感染,进一步造成蜂窝性组织炎,应避免半处推拿。 另外,若有泡疹等皮肤疾病,也有可能因为推拿扩大肝软部位,并不建议推拿。 四,生理期或怀孕期间,女性间期或怀孕期间,通常不推荐对骨盆部位按摩,以免过度刺激死功,造成孕妇身体不适或胎儿受到影响。 五,刚开完刀许多人总认为,推拿能够恢复元气,消除疲劳,针对一般日常因工作引起的劳累或肌肉疏痛,确实可以有效缓解。 但对于某些身体异常产生的病态劳累,推拿反而可能不大适合,刚开刀过后除体序外,还有开刀伤口尚未完全离合,因此通常不建议推拿。 六,肿瘤癌症病人 一般体虚无力,并不建议推拿治疗,病人的身体状况可能没办法负担推拿的力量,建议用针酒搭配服药改善体弱细虚等问题,推拿中出现这些症状要立刻停止不过,如果没有上述六种状况,是否就不用担心了呢? 医生说,在推拿过程中还是有需要注意的情况,一般而言,如果出现眩晕,意识状态改变,手麻,脸部麻木等异常状态时,就应立即停止推拿。 推拿完后,即使有酸痛感,也应该是感到全身舒畅的感受。 若想进一步缓解酸痛感,在推拿完三天内,可透过加压法帮助趋于止痛,方法是透过手指或手掌对酸痛处向下压五秒后,再放松两秒,一分钟约八次左右, 便可经由短暂缺血、回血的原理,达到和缓的效果,但若出现不能忍受的剧痛感,应立即就医。 一般而言,这边的小推拿店,并不会经过专业医师评估身体状况,被证治疗,仅是休闲性的放松身体。 但医疗诊所的推拿是经过医师对患者身体状况的评估,才会决定推拿位置与用何种手法治疗几遍。